像這一個 這個是一個 它裡面有電吸鐵,所以它開門的動作 門酸是可以利用 電動的方式拉進來 要搭配這個自動門,一定要搭配這個叫做 一個功能叫ELR 電吸鐵的功能 正常啦,正常,如果你 逃生門,在內側嘛 所以你一定 一定都往外都是可以逃生的 就算它電力 如果電力 壞掉還是 還是現在整個 空間的電力都 都斷電了 你還是可以 正常的逃生 是 OK 如果有電力的情況 這裡所有的控制都是由它來 它來觸發啟動的 嗯哼 這個 開門器 我們現在裝了這個靈感的背 它是往外推的 嗯 有些情況它是可以裝在 像比如說裝在裡面 也是往內拉的 嗯哼 這個背就會不一樣 嗯哼 嗯 啊 等一下我們再去實驗室看 這一個 這個是往內拉嘛 對 這個是往外推 OK OK 逃生門一定是裝往外推出去的 嗯哼 要爬空空的 嗯 那我們的逃生門有 兩個系列 嗯 一個是1000系列 嗯哼 這個 這個centre case 我們對頭部的形狀 嗯 是比較大的 嗯哼 然後另外一種 這邊 2000系列 嗯 它這個頭部是比較窄的 嗯 它比較窄用意 譬如說像這個玻璃門 嗯哼 門框很小 嗯哼 然後有這種 嗯哼 這一種的就是用在正常的 不是玻璃門的那種桃生門 嗯哼 嗯OK 然後那種桃生門的 防火時效是三小時 可以通過三小時 OKOK 嗯 可以休息三十分鐘 三小時 三小時沒問題就對了 三小時 然後通過UL的 嗯哼 這是三小時 嗯哼 嗯哼 OK 要請教 為什麼 他 這齊了要 要設定15 秒之內可以開 為什麼 因為桃生門 有名就是可以桃生的 是 啊比如說你 我們看到有些百貨公司 有些機場 嗯 你的通道都有裝這種 嗯哼 因為正常的情況 你只要 他不能讓你 去 自己去亂碰觸這個 你去的阿姨馬上都會有 安全人員來 是 不過如果緊急狀況 你會灰災啊 你去的 他會 他會叫15秒 15秒之後 你還是可以逃生 OK 而且很緊急的狀況 還是可以逃生 但是正常情況 他是被管制的 是 反正你觸碰了就會有 如果不是緊急狀況 去的阿姨 那時候 理論上15秒鐘 裡面有安全的人員 會來了解 是什麼狀況 對 嗯哼 OK 嗯 了解 嗯 這用最多的 機場 嗯 機場的通 很多通道都是這個 嗯哼 他們都是特定的 比如說機場工作人員 有卡片來 所以他自己可以通行 嗯哼 但是一般人 一般的旅客是 不能去 嗯哼 用這一套 嗯哼 OK OK 好 然後 我們這樣